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迎订阅 我们等你 爱情靠中 许无爱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叫特帆云南 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68615868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是一位超级会做菜的人 而且我觉得编导真的是工作越来越细心 给她找的这个女孩子也是超级热爱美食 据说为了美食去到西安 她有一个很开朗很可爱的个性之外 现在的工作也非常的特殊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谭亦 然后今年25岁 身高的话1米58左右 是一名资深的资货 本期交由女嘉宾 谭亦 25岁 身高1米58 职业 淡业 然后我之前在万州那边读的大学 那个学的是那个逊兽医专业 因为我的话是一个特别喜欢吃东西的 所以的话就去了西安那边的一个养殖场 天天就是跟那些小猪打交的 就是从她的出生开始就跟她一起打交的 然后到后面的一个月开始这样子 然后中间的话就会去照顾她呀 护理她呀 保证她能够健健康康都长大 在西安那边工作了一年的话 在那边也吃了很多那边的美食 但是呢吃了很多 还是发现还是回来我们重庆这边的口味要好一点 而且重庆的美食也要好吃一些 所以的话我今天就回重庆来了 目前是处于一个正在找工作的阶段 然后我现在的话是打算转行 然后做那个文职那一方面的工作 然后现在的话也在不停地找工作 因为我这个人的话想过一个比较安定一点的生活 我对于工作那一块的话没有那么大的事业心 也没有那么大的企图心 只是希望找一个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 我的话在心情爱好这一方面的话 其实特别的简单 每次就逛逛街呀去吃吃美食啊 然后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宅在家里面做个宅女 看一下动画片这一些之类的 对于男朋友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们有太多的要求 我就有一个要求 希望他跟我一样喜欢美食 因为大家在一起的话 肯定得有至少得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吧 大家都喜欢美食的话 这样就可以一起出去想吃啥就吃啥 然后的话我的话是不怎么喜欢动手 然后只喜欢吃我不喜欢做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另一半的话是 可以做很多好吃的美食可以给我吃 然后两个人的话 每次就在家做做饭啊 或者做做美食啥的 身高的话在1米7左右吧 然后比较有上进心 但是呢对于房子和车是那一块 我并不强烈要求说 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必须有 但是我只希望他有上进心 然后通过两个人的共同独立 然后去买房买车这一些 让生活更加的好一点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陶 今天的女嘉宾很特别 长得清清秀秀 瘦瘦弱弱 白白净净 但是她的专业是畜牧业 曾经呢是在西安照顾猪宝宝 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是回到重庆休整 也想换一个工作 这个女生非常的独特 她很能吃 但是呢 光吃不胖真的是羡慕死了好多 我以及电视机前的女观众们 我们的妹子来到节目当中呢 是希望找到一个跟自己有共同爱好 比如说出去走走看看 吃吃美食 最重要是会厨艺的 这样一个男朋友 相信这个要求编导会为你满足的 我对今天的女嘉宾是充满好感的 像这种外星清新可人 但是专业呢又很独特 说话呢也是很爽朗的这种妹子 我相信编导会给你找来 一位符合你要求的男嘉宾 认识完我们的女嘉宾之后呢 马上就要请到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但是好像编导给她打电话 通知她要到现场的时候 感觉睡意朦胧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来邮请我们的玉先生 哈喽 你好 本期节目男嘉宾 玉璐32岁 身高1米68 职业 厨师 月薪7000元 为什么今天给人整体感觉 精神不太好 是吗 昨天我 昨天我才小班一都晚 我们十点过去小班 见面当天的中午12点 我们准时来到了 和玉先生约定的地点 可是却意外地吃了一个闭门羹 为此我们赶紧拨通了 玉先生的电话 玉璐吗 你好 我是那个凡人游戏的陈编导 你现在在哪儿啊 你在家吗 你在家吗 你现在是在家吗 你现在是还在睡觉吗 还是在干嘛呀 睡觉 还在睡觉呀 你不知道你小的今天要相亲撒 你看 你看 你说干嘛 那怎么没有早点起来准备呢 好 我给你快一点 那行吧 那我们等你 你稍快一点 我们就在你们店这边等你吧 好吧 好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我叫玉璐 今年三十二岁 现在是租厨师 这个月大概七千块左右吧 这个长寿啊 还是有一套 就是说 三十两天那套房子 之前呢 和几个朋友一起啊 我开那个小酒馆 那好呢 那好呢 你各个人都得得年轻啊 可能又没了那个 几个山 可能又可以了一点点钱 目前呢 我现在在我们朋友 开那个大排档里面 做厨师 大家都清楚是做厨师的 还很辛苦哦 外来我们做排档的厨师 特别是哈 一般都是晚上上班 白天休息 今天突然还发生一些浪 跟我打电话喊我今天来 像现在我还 嗯 像我刚刚才起床 现在现在还有点紧张 还有点朦胧啊 天气又热 做厨师 有可能 一天呢 可能 把衣服 一些汗水打湿完了呀 有很多的油圆味啊 我也希望找一个女朋友 每周园年龄大了 也是三十多了 找一个女朋友 能够理解我们这行 每周园年我们一起 租建一个 租建一个家呀 虽然目前工作非常辛苦 忙碌 但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 郁先生还是很有想法 这样一位踏实勤劳的男嘉宾 对另一半会有哪些要求呢 对呀 心得文化一点 嗯 不要太无知了 能够一起吃苦的啊 公众创业平天的 能够打起一点的一个女儿吧 一起 好好的奋斗过去是不行的 好看一下今天的男嘉宾 哎真的妹子啊 我觉得你们来上节目呢 有时候提的要求不要太具体 你特别具体 编导就会根据这个具体的要求 找一个特别具体的人来 比如说我们的女嘉宾说 我是一个吃货 我想找到一个厨艺特别棒的男朋友 OK我们的编导给你找了一个厨师 现在满足了吧厨师 专业的天天做给你吃 那么我们这位厨师呢 经历也是比较丰富的 也是穿过夜 那么现在呢是准备开一个米线店 我们的男嘉宾对另一半的要求呢 是希望她不要太粘人 那么今天的女嘉宾呢 作为一个曾经可以独立在养猪场工作的女生 我相信在独立性上 你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 另外一个要求呢就是不要太物质 其实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很想说一句 你们男生呢 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够好 那么就说我希望找到一个女生呢 他不要太在意我现在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够好 而不要说不要太物质 什么意思就是我求你还不能嫌我 我觉得这种提法就让人觉得非常的主观 郁先生 虽然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 因为工作这个原因 但是毕竟是第一次相亲 我觉得呢就是 还是要给对方留下一个 我比较精神的状态 今天呢正好我觉得缘分到了 他喜欢美食 你从事美食工作 所以这个美味情缘呢 我觉得真的要从美食开始 今天我们特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大的商场里面见面 女嘉宾她会在一个关于吃的地方等你 凡食店很多 其中一家凭你的直觉去寻找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运动的过程当中醒一下瞌睡 好 加油 你不要跟我说加油 你不要跟我说加油 到了26 要不要我给你休息一下 好啊 好啊 我比较平安心啊 或者家伙子也没什么 谢谢啊 好啊 好啊 哎 你好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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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个店里也做了很久嘛 然后她过往找起来 把我找到了 我也感觉挺意外的 毕竟店头有那么多人 她都找得到我 那边也有个单身女生啊 你为什么要找她 有演员嘛 好 接下来她就能接你一下 相互认识后 玉先生便带着谭小姐 来到了一家甜品店 两人的聊天环节也正式开启 那你们厨师是不是 一般在外头煮到菜的话 回家的时候 都不经意出来啊 也不能 有时候 基本上每个人都请问我 但有时候 几天都自己会做都会处理一下 我们要知道 不然在厨师 有时候很累了 身心疲憊的事事不常做啊 我不会炒菜了 但是 这个以后嘛 我会做吧 我都处得行 我都不行了 但 但我身心疲憊的事 现在不开心的事 来才处理一下 好 好 好 他可能没吃过苦嘛 那你当厨师到那么多年 你没有想过个人去有点其他的发展 没有啊 我现在还是要想一样自己再找个门师 有点小吃啊 买点蜜蜜 所以现在方面呢 也希望找个得利点的一个女朋友 一起啊 从业啊 哪个叫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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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了啊 你是想和女朋友一起开一个餐饮店是吧 现在没那么想过 我现在想自己来 那你刚刚又说 希望找一个得利点的女朋友 不过呢 我们有时候我梦的事都可以了 给我帮忙了 怎么啊 订到点事那种啊 是吧 你现在找女朋友呢 就是想她 在她的工作之余的时候 把现象的时间都拿来 跟你一起搭理你的那个店 不啊 有时候赶出去 可以 看人家呢 吃个饭都拿来 不是都可以了 不可能一直到那里面 我做的那里面 我也知道有饭了啊 要你将来的女朋友 然后 你用工作之余 到你的店里面来 帮你做事情 然后两个人才能更加 是意乎你了解 是啊 不一定要做事情了 你可以来做就算了 都可以啊 但是呢 如果 你一定要在一个店里面 你刚刚就瞧眼就醒了 瞧眼就醒了 你不是 你抽一个时间来 来去 来去 融洽你女朋友的 闲一下世界 然后陪她一起出去 逛个街 吃个零食啊 看个电影啊 或者是 比如说你女朋友 想减肥的时候 想搞运动的时候 陪她去抛个步啊 溜个弯啊 看个夜景啊 重新的夜景弄个美 工作就顺了 这都可以啊 五十万 这是安适成的啊 顺别目前的时候 刚刚接触了 都我也不适合了解啊 听着说点话呀 还是可能有点厉害 可能说还是有点 比较注重 物质的会儿 现实的会儿吧 女朋友的面杆 从开业到上路了 然后差不多稳定了 然后你才会考虑 用你闲下的时间 去跟女朋友一起出去逛街 是吗 是那个嘛 男人我对于事业为总好人 当时你有没有想过 两个人才开始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其实前段时间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磨合你啊 我这个工作啊 因为还超过多时间 但是的话 就是我只需要你理解一下啊 白天我肯定会有时候要休息 不是晚上在家里饮食里面的啊 没有事业回到我来做做啊 都无所谓啊 我一直听到的都是 你要我喂 你去做啥事 为啥事 我一句 你以为我做啥事都没听到啊 我的天 我找男朋友来吃啥事的 我现在这个努力奋斗 也是为了以后 两个好好的生活啊 没有我你去强求的啊 那你说你能为我做啥事 到现在的我 你我能给的啥子 我那啥子都不能给的 对不对 还正常的呢 你说今天我们也是刚刚见面 我不可能把我所有能给的东西都给的 也不太现实 刚才我们才认识 我能给的啥子 但是我能给的啥子 说话听着呢 那你又能给我啥子 你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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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有时候我不好说的啊 不然肯定大家的地区里面 肯定要给别的个态度 像是吧 你做一些的我 为我给的啥子 我不可能给的啥子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你不是跟我未来老婆 我可以喝那个 就是 传闻品 的 至少别有的 他也有 小女嘉宾开始聊天 女嘉宾提到了一个问题说 听你对未来的这样一个规划的话 工作既然那么忙 也就是说 我每天工作之余 就是来你的米线店帮忙咯 那么你能给我什么呢 男嘉宾对这句话 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反感 他就觉得我们俩才认识 你就问我能给你什么 好像心里真的是很烦 那么站在女性的角度 我也会问 如果说跟你恋爱 你平时忙成那样 几乎没有时间陪我 我工作之余 就是到你的米线店来打工 我也会对这样的生活产生怀疑 这是我想要的吗 那么这个每天来米线店帮忙 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享受 这个米线店之外的生活 你能在未来的生活 提出什么样的一些规划 我也会问的 只是我可能会问的更委婉一点 而女嘉宾问的直接 其实不管任何一个女生 都会对这样的生活方式产生疑问 除非她自己是一个好想创业 好想做老板娘 好想一起开米线店的人 那么她可能又会问一句 这个店里面有我的股份吗 男嘉宾 如果你经不起这样的一些拷问的话 还不如说不要来相亲了 你先创业 把你的米线店搞好 一切上正轨以后 来找女朋友会更合适一些 现在这种女生的一句话 就会让你猛然扎心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经不起 恋爱中的女生对你的这些拷问 你刚刚说你炒菜的话 主要是做江湖菜那一块 今天没钱都叫江湖菜那一块 小吃不到那时候 然后甜品那些不会 但是 但是我那人 小的吃货的话 他主要都是喜欢吃那点 比如说出去都是吃点口味 然后 不当肚子的那好 就是我比较轻小吃 小吃和甜品那一些 那你说的你可以去学一下 做那些饭 也可以啊 这种得 有机会的形象 就是我们使用起来 都可以学 你喜欢的话 确实爱吃东西我也可以学 做给你吃 做给你吃 要是叫你现在偷偷拿个甜品券 学一个 先学一个那些甜品 随便学一个杂质出来 可以可以 学是可以 但我不晓得 可能 学不晓得会 这么多 卖甜品的地方 你要不要随便去找一家家 学一会 随便做一个出来 看一会 那嘛 啥吃嘛 改天嘛 这都不装着啥 你像我去做的 也爆料 其实有时候来 崩起锈多了也不好啊 你没锈筋 我听得了 鸡不压生啊 你没锈筋也煮得不好啊 没事 你先去煮一下 好吃我都吃 不好吃你给我吃完 我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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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我偷偷人 虽然之前的话题 让两人之间的氛围有些凝重 但接下来 在谭小姐的再三要求下 玉先生终于决定 临时学一款甜品做给她吃 本以为即将看到的是 温馨浪漫的举动 可现实却和我们想象中的 許可 potential 她墓 riv尚的大香徑庭 耳担 嘿 recognize 这边做好了 finance 喻 heart 他这个 现在她目前是 做成那种工程品之内 把 노래勢又电脂上的细 哇 她看有个没啥成语啊 没什么成语 知道没有 professionally 她来방 Jahre 那个也是人家师父弄你说 把你的頭打點那個 那只要是我也會 那以後是不是我也可以 就開個現金劍 你點個小吃 點個小吃 要動動 我到處講不好意思來做 我做我講的意思 什麼好笑 你們做我做不來 我看得出來的膠胃 順便都是我一會兒的事 你端出來我怎麼擺一會兒端出來都行 看一下 是誰在做 這個我估計我沒法吃 別人都沒法 好 要去找點那個什麼 素成的什麼小餅點啊 煎餅果子 行的嘛 你真的我得很累啊 你是做得很難做嗎 還是很麻煩嗎 還是沒得這個動力的嗎 我們女家沒讓你 好像有點應付了 是好像做得 可能對我的話不是這麼滿意吧 因為感覺總得應付我一樣 有那個條件我都可以做 那現在從我身邊的條件 是吧 是吧 全部理解好嘛 面對譚小姐的質疑 玉先生對做甜品非常排斥 敷衍的態度和一再的拒絕 也讓我們感到非常疑惑 我覺得可能我還得信任不清的時候 還沒得點動力的吧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點不適合我 我覺得不管是 哎呀分中只有外表啊 不管哪方面啊 我覺得可能貪圖啊 我覺得可能都有點不適合我 那種嘛 其實我這個人就是講演員 電影像不適合吧 我覺得都沒好的了解下去的可能性 如果說這方面我都不做出的話 我可能我早就成家了是吧 對長相的關係 啊跟你說啊 最起碼的嘛 人都有一個最起碼的結果搞出嘛 我覺得我心目的女兒 是看起來 心事一點的嘛 我之前在你朋友圈裡面 看到你兩張臉中早相 你是不是喜歡哪種早相的女兒啊 前女兒 前女兒啊 那前女兒還蠻不小的呀 你是不是喜歡那種 你眼睛圓圓的臉中是不是嘛 啊 所以你覺得瑜伽兵長得太虛了一點 是不是 呵呵 嗯 可能吧 他應該更美眼一點是不是 但是瑜伽兵時期也沒有那麼大反 你看那錢就是 眉毛也花了 眼睛也花了 嘴巴也花了 但 瑜伽兵大反出來可能不必的錢流差哦 他可能還差幾位哦 分手都分手啊 你應該放下就能幹進到啥 早得放下來啊 一定得我錢看啥 是啊 但我 當金子流到他這兒 沒有 哪來流到 你有愛心的要找他那種 也不是說皮膚的那種嘛 如果真的像那種的話 可能我早就成家了 成家我認識的女兒 不是說 跟我一起接觸的嘛 都肯定家裡沒有接受那麼多 比如說那麼多年嘛 別人比他差的 但也比他好的都沒在一起 你比多沒得起嗎 就等一會兒我還是有點 所以說我不是很好 但那一會兒我這個點 我還是比較有高傲的 那是你年少情況的時候嗎 你現在英國二十里之年 你不覺得你應該 把你高傲的心 稍微拉回線是一點嗎 我知道啊 在那會兒 我管自己 我曉得我能力也有限啊 但我相信緣分啊 但是還是不願意 把那個高傲的心拿下來 是不是比較好 我來說就說真的 我何必為來結婚人結婚 我連找一個自己都不喜歡 我何必結婚呢 我單身一輩子我都不結婚 真是吧 接下來的環節 我看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我覺得男嘉賓 從過去的那段感情中 沒有學會珍惜 反而是學到了油膩懶惰 和不願付出 就連給女生做一個甜品 也是百般的推託 最後甚至是跟店員合計一下 拿出了一塊半成品 連冰渣都沒話撒點堅果 那就是我做的你吃吧 真的是好煩 這種套路 讓人覺得一點點的誠意都沒有 一點點的尊重都沒有 你不僅是不尊重女嘉賓 你也不尊重你自己 而我們的男嘉賓 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編導的追問之下 他還是說出了一個真相 就是我對女嘉賓的外型不滿意 可是你開始也沒有說過你要找個美人 女嘉賓的外型 我覺得清清秀秀的 配你肯定是沒有問題 尤其是你今天這個狀態 還不是特別好的 這樣一個情形之下的話 女嘉賓跟你坐在一起 我覺得她的顏值比你高 但是你可能對於另一半 有更高的期待 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 接下來你們的相親 來如何調和這個矛盾吧 不知男嘉賓的態度之後 意外之餘 我們也決定把她的想法 如實告訴女嘉賓 直爽的譚小姐 也針對玉先生的極點指控 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都是一隻手提出 一隻手打針 都是這樣操作 男的女的不分的 聊天的時候一直強調 一直強調她說 要我用我的工作閒暇之餘 去她店裡 幫忙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很不公平 如果真的成為了男女朋友的話 她開餐飲店的話 那肯定是當時 肯定是兩個人都必須得辛苦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很正常 但是我付出了這麼多 1點24個小時我都付出了 十幾個小時了 那我肯定得知道她能給我什麼 對吧 不可能 我做一個女生 我一直付出吧 其實她前女友 這妝化好像有點稍微濃了一點吧 我年齡我大後患那麼濃幹嘛呀 多上媳婦對不對 女生還是要多自尊保養嘛 好 其實我覺得剛才說的那些 都是可以靠時間去磨合的 但首先總結 你對她的印象和感覺怎麼樣 她那個職業的話是個廚師嘛 我覺得這點挺好的 因為我也喜歡吃 是一個廚師的也挺好 因為也可以大家相互學著做一點是吧 還是有比較明確的未來的規劃的 因為做點小生意的話 這樣就還是挺好 總體來說的話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她呢可能喜歡那種色彩感很強的女孩子 你願意為她做出一些改變嗎 其實也可以啊 畫一個龍妝然後做一下頭髮的話 讓她看一下我另外比較不一樣的一面的話 讓她也更加的了解一點 我這樣也挺好 剛才男嘉賓一直在提到這個外型的問題 我覺得性格各方面可以慢慢磨合 我們先把第一步 我們先來捋青 看看通過外型兩位是否能夠做出改變 為了讓玉先生認識到自己不一樣的一面 崇尚自然 不喜歡化妝的談意 也決定好好地裝扮一下自己 你有沒有猜到她去幹什麼 沒有 那就用眼睛看吧 用眼睛看 好 來看一看她 消失的這一個小時有沒有什麼變化 也沒好大個變化啊 什麼 因為今天的話 本來我是打算以自己平常最普通的一個身份過來的 所以也沒做什麼打扮 然後就普普通通的就過來 但是好像男嘉賓比較喜歡愛打扮一點 喜歡化妝一點 喜歡化妝一點的女生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下改變 我們再慢慢靠近了 接下來要不要繼續再做一下 或者去 因為我覺得改變也是相互相對的 剛才我們都說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深入地去了解一下男嘉賓的這個生活和工作狀態 好不好 上城宅佩夢工廠強勢入住重慶 請願集送一萬元裝修代金券 一萬元主材升級券 七大電器軟裝飾品 搶定熱線6821-8888 6821-8888 8月24號到8月28號 都市頻道金瓶館 翡翠和田育文化節 配戴 收藏 送父母子女 就到我們都市頻道金瓶館 2018 翡翠和田育文化節 砍掉中間 糟糟加價 全場金瓶僅需2.5折 權威日式鑑定大師現場點評鑑定替消費者把關幫老百姓省錢 平時買一件和田育的錢 現在可以買4件 活動時間8月24號到8月28號 活動熱線023-8656-357 白日有喜 我們等你 周年盛典來襲加裝聚會山城 9月9號嘉天下15周年慶感恩回饋新老業主朋友 現時徵集68套特惠豪華樣板房 80平米響價值11萬6600元的全案式豪華整裝 活動期間現場交2萬敵5萬 僅需8萬6600元 全房五大品牌家電免費送 價值6萬的14間豪華家具免費送 加裝預算一審到底 空前的價格仍有空前的品質 豪華家具14件漸漸精品 品牌家電樣將其全全都免費送給您 清雲業主免費設計當天出土 主才一站夠 裝修一口架 到底業主還可憑戶型圖免費 領取車載冰箱一台 趕緊鋪打日約熱線 預約搶購吧 預約熱線 1-68696.8-6869-6869-6869 哪一家呀 哪一家呀 內一家呀 清華的外差 下令羹 這被收拾的管幾個 吸引海鯊 你不介紹一下她是怎樣的沒 阿 你想帶那些吏傲苰 廣告你們來好處是嗎 廣告人以及甚麼 你說 玉先生的冷淡 让初来乍到的谭小姐 感到无所适从 终于在特派员的提示下 领着谭小姐 参观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刚刚两个时 我们女嘉宾觉得怎么样 可以 可以啊 她觉得她前女友站得过 她说她前女友我们都没见过 因为她可以多年没小朋友 真的啊 男生很久 她进去的那个姑娘 是你们同事 今天相亲的女嘉宾觉得怎么样 可以 但是来了之后的话 好像除了那里的那些阿姨的话 办公里对我们比较热情之外 好像男嘉宾 好像都比较冷淡 对于我们那一块 其实我也没对她冷淡 其实我的性格都是冷淡 可能也是可能 三十多岁一个男人 我想的话应该成熟里面 是这种表情 并不是说一个冷淡那种 其实有时候话多了 有时候我觉得 也没表的 女嘉宾经过一番换妆之后 我由衷地认为很漂亮 所以来上节目的女孩子都要注意一点 真的戴眼镜会让你们减掉很多的分数的 女嘉宾摘掉眼镜 换好妆之后 我觉得比原来的颜值起码多了 二十分的分值 可是男嘉宾对于这个换妆有什么反应呢 没反应 反应很冷淡 还好啊 就这样啊 到了店里之后 男嘉宾也并没有热情起来 哪怕是身边的那些阿姨觉得 这个妹子不错 男嘉宾应该谈恋爱了 就很久没恋爱了 这个姑娘看着是相当OK的 可是男嘉宾的态度仍然是那种淡淡然 那么到现在我就是知道了 男嘉宾对于女性的外形的要求 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远远超出了他自己所具备的颜值条件 能够hold住的那类性的女孩 他想要的是一个真正的非常漂亮的那种美人 从这个标准来看 我们今天的女嘉宾肯定不是那种大美人 那么接下来的相亲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会有反转吗 还是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环节 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双方我们都有沟通到 男嘉宾主要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可能未来还是想找一个更能干的人 对不对 我说错没有 是吧 没有 必须的 对不对 既然都来到你店里了 要不要实际的两个人提前磨合一下 可以试一下考察 一下男嘉宾能不能打把手啊 是吧 我相信他人心嘛 这个期间现在龙虾比较畅销 那个我去龙虾龙虾出来 我们一起等一会 可以 可以 你这车啊 没问题 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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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炸是吧 嗯 炸下来一会儿吧 真万事 ova 炸下来 把他拿个炸好 把他拿出来 把他拿出来 没得解决我都是刺 没得解决都很刺 没有杉ní 难不难 还好 还好 还是接着下来 都还好 你爸爸他挟的 他挟不到我 不要 今天在宰宿 嗯 今天在宰宿 小会活 咱们在宰宿吃 你觉得他的修炼程度能不能够达到以后给你做办公的 可以啊 这个都是熟人生巧语 有没有改变音乐 音乐是可以的 其实女嘉宾看起来是想多吃苦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还是不方便可能还是有点吃苦嘛 嗯 经过那个改变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可疑啊 嗯 有事刚刚见一面呢可能感觉不适合啊 但现在目前里面 但我印象里面改变很多 对不对 包括我们一起见小龙虾啊 我觉得这个女儿还是很看似啊 不管方面还是 等于说还是比较可疑嘛 看着谭小姐快准狠地打理着小龙虾 玉先生脸上总算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两人之间的氛围也在逐渐好转 玉先生更是决定亲自下厨 为女嘉宾烹饪美食 一年月 玉先生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得热祸朝天 很快 一桌美味的佳肴 就摆在了女嘉宾面前 我们准备了一桌很丰盛的菜 那点馒头蛋 我觉得在那一块的话还是挺可以的 除了美食之外 一同出现的还有男嘉宾的两位亲友团 你们专门为了他这个事情赶过来的吗 是的 是的 他应该早点出现了 他真的是属于话不多的那种人 一天在那里 我在想他是到底哪里不高兴啊 因为他就是话不是很多 只有可能就是跟女嘉宾聊的聊天之类的 可能就是说不是不见谈嘛 但是属于那种居家过日子行的 知道 我可以了 爹也说人事 中期这么多神高少少 随意的 这拿起来啊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的话 男嘉宾的话 他一时候也会帮我加点菜 我觉得从那点看的话 我觉得我对他的相反的话 现在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改观 亲友团的到来 让男嘉宾更加地放松 也让他和女嘉宾的互动 变得更加主动和体贴 整个吃饭的气氛 也越来越和谐 对彼此的印象 都在逐渐好转的两人 是否会最终牵手成功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各自给各自十分钟时间 你们分别去买其中一样水果 记住了是我说的其中一样 梨子或者苹果 如果你买梨子 证明你们不愿意牵手 只能成为朋友 如果买回的是苹果 证明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 牵手成功 明白吗 咱们先后出发去买这个水果 买好之后 先把它悄悄地藏好 带到我面前 我们统一时间揭秘 公平起见 好吧 还有多少远方 等着我前往 还有多少味道 还能要平成 肉片的很轻薄 我们喜欢的是我 上城宅配梦工厂强势入驻重庆 为山市人民带来健康放心的 一站式家装体验 上城梦工厂 市集家居建材 家具家电软周配饰 实际样板间为一体的 一站式整体家装服务平台 我们承诺百分之百的自有工人 国标定制 紫钻工程 终身保修 让您居家无忧 群星助阵开业集团 让力千万 9月22号 阿秋复迪生 仁静等十位明星齐聚 与您一同品介 上城宅配服务 青云集送 一万元装修带金券 一万元主裁升级券 七大电器软装饰品 抢定热线 6821-8888 6821-8888 8月24号到8月28号 都市频道金瓶馆 翡翠和田狱文化节 佩戴收藏 送父母子女 就到我们都市频道金瓶馆 2018翡翠和田狱文化节 砍掉中间 从从加价 全场金瓶仅需2.5折 权威日式鉴定大师 现场点评鉴定 替消费者把关 帮老百姓申签 平时买一件和田狱的钱 现在可以买四件 活动时间8月24号到8月28号 活动热线 023-8656-357 白人有喜 我们等你 周年盛典来袭 家庄聚会山城 9月9号 嘉天下15周年庆 感恩回馈新老业主朋友 现实征集 68套特惠豪华样板房 80平米响 价值11万6600元的 全岸式豪华枕装 活动期间 现场交2万敌5万 仅需8万6600元 全房五大品牌家电免费送 价值6万的14件 豪华家具免费送 加装预算一审到底 空前的价格 仍有空前的品质 豪华家具14件 渐渐精品 品牌家电样将其全 全都免费送给您 清云业主 免费设计当天出土 主裁一站购 装修一口价 道理业主还可凭户型土 免费领取车载冰箱一台 赶紧不打日约热线 预约抢购吧 预约热线 我数321 大家同一时间表明态度 好不好 321 这是你们两个商量的结果吗 为什么没有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的 我还是有点不大合适 因为我想找一个 对我比较热情一点的 比我好一点的男朋友 好 现在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我们的男女嘉宾最终都是 选择了放弃牵手成功 我很喜欢我们的妹子 一个是在店里的那个表现 非常的热情大方 而且去理那个小龙虾 说真的我都害怕 但是她还 搞得特别特别利索 真的是原来的那个工作 锻炼出的手劲 在这里可是派上了用场 妹子一点都不做作 这一点我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最后也是 可能即使知道 相亲会失败 仍然不忘吃货的本性 一路都吃得好 欢食 特别可爱 至于我们的男嘉宾呢 应该说是 始于言止 毁于言止 始终在这个问题上 她没有卖过心理的那道关 所以她对你 女嘉宾一直的态度 都是这么淡淡然 那么男嘉宾像你这种 类型的男生 其实我也见得非常的多 就是这一辈子 我非美女莫娶 非美女不要 有这样的洪湖之至 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有些男生 甚至为了坚持这样的理想 四五十岁了 没结婚的也是大有人在 那么我对你的建议就是 没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而且也应该为自己的理想 去付出努力 那么现在呢 你要做的就是 把你的经济 好好的搞上去 把你的米线店开起来 将来相信也会遇到你心目当中 真正的大难 上城宅配梦工厂强势入住重庆 为山市人民带来健康放心的 一站式家装体验 上城梦工厂市集家居建材 家具家电软粥配饰 实际样板间为一体的 一站式整体家装服务平台 我们承诺百分之百的自有工人 国标定制紫钻工程终身保修 让您居家无忧 群星助阵开业集团让利千万 9月22号阿秋复迪生仁静等 十位明星齐聚 与您一同品介上城宅配服务 秦云集送一万元装修带金券 一万元主裁升级券 七大电器软装饰品 强定热线6821-8888 6821-8888 有着异于常人的生活习惯 从红圈部跑了家头 跑个来回 跑过一次比赛 睡觉了我不需要人吵 一般能睡个两天 做货生可以做五个小时的货生 喜欢吃面 这是半斤以上的 她停三次死里逃生 却还是没能逃过轻人离世 在16岁之前 经历过三次生吃 所以我媳妇去吃了 我当时不敢相信 两位女嘉宾与她来相亲 聊天不到五分钟 她为何借故离开 我想上个洗手间 也不用拍了 不用问了 截局已经是这样的了 她一见面就献殷勤 能否打动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男嘉宾却为何态度严肃 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 怎么说 不要轻易地说出来 现在的话你太严肃 我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 最终谁能跟男嘉宾牵手成功 凡人游戏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8月24号到8月28号 都市频道精品馆 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佩戴收藏送父母子女 就到我们都市频道精品馆 2018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砍掉中间疼疼加价 全场精品仅需2.5折 权威日式鉴定大师 现场点评鉴定 替消费者把关 帮老百姓省钱 平时买一届和田玉的钱 现在可以买四件 活动时间8月24号到8月28号 活动热线 023-8656-357 白日有许 我们等你 周年盛典来袭 加装聚会山城 9月9号 嘉天下15周年庆 感恩回馈新老业主朋友 现时珍积68套特惠豪华样板房 80平米响 价值11万6600元的 全岸式豪华枕装 活动期间现场交2万 敌5万 仅需8万6600元 全房五大品牌家电免费送 价值6万的14件豪华家具免费送 加装预算一审到底 空前的价格仍有空前的品质 豪华家具14件 渐渐精品 品牌家电样将其全 全都免费送给您 清云业主免费设计 当天出土 主裁一站购 装修一口价 道令业主还可凭户行徒 免费领取车载冰箱一台 赶紧铺打日约热线 预约抢购吧 日约热线 6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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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想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人